做轮椅出场这出场方式够独特吧 也许有人会问这是故意设置的出场方式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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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小S受伤了 虽说做着轮椅可其实一定要有的 毕竟是自己主持的姐姐好饿第二季这么盛大的发布会 难怪小S会封自己为华人座轮椅最美丽的女明星 今天就封我自己为华人座轮椅最美的女明星 小S你是有多不自信走到哪里都要强调自己的美貌 当然啦走哪里也不忘开林志玲的玩笑 最大的改变就是除了男生之外 有请到很厉害的女生包括大S啊林志玲啊 林志玲也没有很厉害啊就是细松平常 可是毕竟有些观众也是盲目的喜欢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嘴上开林志玲玩笑 小S也承认其实自己超爱志玲姐姐 我虽然很爱讲她坏话 可是我并不是真的讨厌她 其实我是因为爱她 爱她当然要关心她啦 志玲姐姐最近被爆和旧爱严承旭附和小S透露 她并不清楚志玲姐姐和严承旭的关系 但会介绍男生给志玲姐姐认识 因为感情的事毕竟是她自己感受最深 所以我也不想要乱撮合别人 万一你在那猛撮合 然后他们俩就是又不合或什么的 那我不是在那边白撮合了吗 所以我就希望 我介绍一些还不错的人给她 让她试试看 那因为我不知道她跟严承旭之间 到底关系如何 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 这才是真爱嘛 嘴上亏对方 却关心着对方 就像谢霆锋对笑S 其实谢霆锋根本就是爱我爱到不行 我问她任何问题 她都是畅所欲言 然后除非是真的太over的 问到她私人的事情 她就会说去你的 可是她讲去你的都是那种带脸撒娇的 然后我最后就问她说 我问你那么多问题 你会不会生气 她说如果这些问题 是其他主持人问的话 她当然就是离开摄影棚 姐姐好饿 第二集居然请到了谢霆锋 想必笑S一定问了很多王菲的问题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了 我可能会去你的 你才会愿意 我可能会去你的 你会想要好 你会想要不及 我可能会